结婚后,女人最怕老公回家的三个原因 在大家把眼光都放在关注农村留守儿徒的同时 农村留守妇女却嫌有人关注 有人问她们最怕什么 她们说,最怕丈夫突然回到家中 种种原因不外乎一下几种 一,怕被丈夫撞见婚外情 农村留守妇女为了让男人在外安心工作 赚钱养家,以以己之力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照顾老人养育后代 不仅是家人的吃穿要操心照顾 还有地里的农活在等着他们 可那是家人的命根子,不能荒废 但农村不管家里还是地里 大多数的活都是重体力劳动 没有男人是万万不行的 女人在自己无法完成的时候 自然会向同村的男人寻求帮助 有时候看不过眼的男人也会主动上门来帮忙 这一来二去,时间久了 自然安然就会发生点什么 其实也无可厚非 女人比起在外的丈夫有更多的不容力 情感同样也需要一个宣泄的地方 但是人都是要面子的 这种外情只能存于地下 只是万万不能让自己的丈夫知道的 不只是为了自己和他人家庭的稳定 更是为了丈夫和家人的颜念 二,怕丈夫失业,丧失经济来源 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 男人被子里乡,出外打工 农村留守妇女为了让自家男人在外安心赚钱 甘愿留在家里照顾一家老小 毫无怨言 因为他们知道男人在外不容易 自己更不能让他们有什么后顾之忧 现在中介的收入根本不够养活一家人 最多只能勉强自己自足 但是老人年龄渐渐大了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 地里的种子,化肥等等 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而丈夫打工的收入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所以他们怕丈夫突然回答 这就意味着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全家人的生活要陷入困境中了 三,怕丈夫有了新欢,要离婚 对于丈夫来说 打工生活是辛苦又寂寞的 远离自己的爱人与孩子 情感无处安放 与其他女人相处久了 日久生前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孩子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但对于留在农村守着家的那个女人来说 最担心的是丈夫去打工 有一事突然回家说要离婚 那可真真是天要塌了 自己辛辛苦苦,劳心劳力 换来的却是一直休书 心里有多少委屈 多少不甘都是无法诉说的 想当初丈夫临走的时候 多么不舍这个家 多么不舍离开娇妻与幼子 短短没几年一切都变了 丈夫与别人住在一起 还有了孩子 这是女人最不想看到的 也许你会说 这些都是个礼 不具备普遍性 但无可否认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只愿大众分一些关注给农村留守妇女 让他们的生活少一点艰辛 身灵少一点伤害 心灵少一点伤害 愿他们能懂到生活不再艰辛的那一天